大家好 我是植被大叔林依峰 今天我来到了内湖的亭汉会所 这里有很多Golden McPhil的老酒 据说今天有一支特别的神秘酒款在等着我 走 Let's go 我一进来亭汉会所 发现门口有摆了一支酒 Milton的1949年 你没有听错1949年所蒸馏的Milton 就是今天我要来试喝的这个神秘酒款 为什么我会来拜访这个亭汉会所 因为Golden McPhil是全苏格兰最古老 并且收藏最多的独立装品商 他们从百年多前就开始收藏威士忌 甚至在1940年代他们建立一个梦幻仓库 大家知道1940年代那是什么意义吗 1940年代才刚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百叶萧条 甚至很多威士忌酒厂都不能够再生产威士忌了 而Golden McPhil在那时候他们凭借了他们的资源 以及他们跟许多威士忌酒商的合作关系 因此在当时的他们建立了那个所谓的神秘酒教 从1940年代就开始库藏威士忌 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Golden McPhil这家独立装品商 跟一般我们所熟知的苏格兰独立装品商 有什么样的差别 过去的独立装品商 就是跟许多的酒厂收酒了之后 做第二手的交易并且转卖出去 当然最古老的装品商 他们其实并不是做单一卖威士忌的 最早做单一卖威士忌并且将它推广到全世界 就是Golden McPhil 因为过去的独立装品商 是跟许许多多的威士忌酒厂 拿酒之后混调在一起 并且以大宗物资的方式卖到全世界 即使到目前为止 苏格兰绝大多数的独立装品商 都是左手进右手出 对他们来说 这个酒桶的买卖就是一个过手而已 而从40年代 Golden McPhil建立了他们的秘密仓库之后 他们就不断的自己跟国外进口项目桶 并且跟苏格兰的威士忌酒厂取得原酒 装进属于他们自己的威士忌项目桶当中 这个是个非常难能可贵的 用这样的观点来说 Golden McPhil自己也是创造者 他们可以跳脱属于酒厂的局限 Golden McPhil创造属于自己的威士忌 他们取得了来自苏格兰酒厂的威士忌 并且取得来自于西班牙自己第一手的学历筒 将它搬败在一起 由自己来决定我什么时候要装品 所以Golden McPhil他们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 是没有其他的独立装品商可以取代的 所以这两年Golden McPhil开始把他们的底蕴全部翻出来了 待会我会一一带大家去看 我们可以看到六十几年的七十几年的 甚至高达八十年的Golden McPhil都上市 这几乎是所有的威士忌蒸馏厂的品牌做不到的 也是其他苏格兰威士忌装品商所做不到的 这其中的底蕴推演到了40年代 换言之 在人类自从上一个二次世界大战 被摧毁了大量的文明之后 苏格兰的威士忌文明 从40年代就由Golden McPhil这家独立装品商保留至今 而我们正好处于这个最美好的时代 他一一把他库存已久的美好真量 在此时示出来 我们活在最好的时代 我们要掌握他 话不多说 我们来参观一下亭汉会所 并且尝一尝他们为我准备的好酒呢 我在这里看了许多的1950年代 1960年代 甚至70年代 80年代老酒 这些老酒基本上就是一种流动的历史 这是很难得看到这么多的老酒 而他都在这个庭案会所的柜子里面 都是来自于Golden McPhil的收藏 这几乎已经是在我这个时代很难得再见到的 30年前的时候要见到这样的酒 其实已经很难很珍贵了 而这些酒呢 现在大概全苏格兰就是Golden McPhil可以拥有这样的收藏了 我们今天呢 要来喝的是一支超越50年代 是一支1949年来自Milton酒厂的威士忌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Milton这个酒厂好了 上个月我还刚去了苏格兰一趟 我拜访了一家酒厂在斯贝区 叫Stress Isla 真的缘分啦 Stress Isla呢就是Milton 因为在1951年之前呢 这个Stress Isla酒厂叫Milton 而Stress Isla一直以来都是担负着那种 最顶尖的威士忌的调和基地 那家酒厂我去了好几次 它有两座尖塔形的屋顶呢 并排在一起 前面是非常漂亮的花园 还有一个像水车一样的好事神间仙境 我进去了Stress Isla那个酒厂的时候 他们说呢里面从1970年代的建筑 到目前为止 接近400年的历史 通通被保留在那家酒厂当中 而那个酒厂就是我们今天会喝的Milton 1949年的Milton 我看了它的蒸馏器形式 可以想像Stress Isla就是这支Milton的酒呢 它应该是原酒是非常的丰富 饱满油脂厚实的那样的酒脂 所以很适合做雪莉桶 长时间的收成 物怪乎这个1949年的Milton 会选择在2022年72年的时间装瓶 许多的威士忌爱好者都会想说 当一支威士忌装进了项目桶当中 就已经决定他这支酒要在项目桶当中 熟成72年才装瓶吗 我问过Golden McPhail的老板 他说我们在装酒进去的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 威士忌会达到最美的熟成的状态 年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品质才是他们要追求的目标 所以再多的年份威士忌如果过分的 所谓Over Oak木质的味道太重 而没有保有威士忌应当有的美味 这不是他们要去追求的标的 所以他们对于每一桶的状态 随时都在监督72年的威士忌 传承了四代 随着一年一年岁月的经过 他们想要去测试这一桶酒 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最佳完美的装瓶时间 我来这里今天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来理解时间的艺术 到底时间加注在威士忌当中 会让它拥有什么样的魅力 年轻的威士忌我们知道它要寻找的是 麦芽圆酒以及橡木桶的平衡 但是当威士忌在橡木桶当中 熟成超过了一定的年限的时候 已经离开了所谓的威士忌制作的范畴了 它已经进入了老天爷的领域了 老天爷通过时间来掌控这桶威士忌 即将走向什么样的巅峰 而真正的艺术创作者就是老天爷 所以真的很有幸今天来到这里 可以试喝这支1949年 Golden McPhil最后一桶40年代的威士忌 这些年来我运气很好 总是能够遇到一些顶尖的好酒 特别是这种顶尖的老酒 它多半会出现一种特殊的辣植味 Waxy像风辣一样的气味 这支酒就有非常清楚的那种Waxy的味道 而且它是没有想到一支72年的威士忌 它却是那种新鲜的orange 而且是比较像是那种成熟的香吉士般的味道 新鲜水果也水蜜桃 还有那种 哎呀那种很清楚的那种香蕉的气味 我记得我研究这支酒的时候 它是用那种Sherry Punchen 它是用一种First Fuel Sherry Punchen 首次装填的雪莉桶 它是Punchen的那种500公升的尺寸 可是它却有很漂亮的这种 来自于这种美国项目的那种香 那种泰飞糖以及香蕉的气味 如果不是跟我说这支酒72年 我会觉得这支酒 其实是非常的年轻的活泼的 很有活力的 可是那种老酒加租在其中 因为长时间熟成的类似像香水般的那种 岁月沉淀的气味却十分的清楚 哇这支是非常迷人的老酒 哇这种waxy lard的风味 一再的占据我的鼻腔 这种有一种 有一种像是推开古老的城堡 然后从城堡的窗户上面灑下一道光 然后地上微微泛起一阵的灰尘的感受 这种waxy的感觉 有时候会用一种灰尘灰烬感来形容 但是灰烬感好像是那种烟熏感 但它其实不是 它不是那种我们所想象的 像是爱雷岛的烟熏感 而是那种微微这种 这种那种灰烬那种烟尘的那种感受 非常美丽 啊就是这样美好的气味啊 就是好想一闻再闻 而不会急急忙忙的想要喝它 而且它每一次秀文的时候啊 它的风味表现都很很不一样 它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种72年老久 出现很多那种很沉的那种木质吊 甚至会产生一些丹宁的苦味 跟色味的那种鼻腔感受 没有 它其实是新鲜活泼新鲜水果 当然它也有一种 因为长时间熟成所带有的那种 檀木的香气 这种高级檀木的香气哦 啊 哇 哇 蜂蜜啊 蜂蜜 呼吸当中 仿佛置身在森林当中 庆良的感受 还好年轻哦 我常在喝威士忌当中 学到一些人生的智慧 这就是72年的威士忌 好的威士忌 其实是在随着熟成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萃取来自于环境 或者萃取来自于项目桶的气味 而且持续的不断 它并没有过多汲取来自于 项目桶当中的苦涩 我们如何活在我们现在的人生当中 持续的充满力量的汲取来自于 环境以及项目桶美好的风味 夹在自己身上 成就自己绝世的美丽